行政院周遭的巨马没有撤 大批的警力持续的进驻 就怕抗议的民众再次的冲进去 现场只留下后门 提供员工以及洽工的民众可以进出 设在行政院的邮局 以前大家可以禁定出出马 去寄信啊 去寄包裹去办事情 现在大门也架满了巨马 要去寄信得要看证件才放人 巨马加强固定大批警力进驻行政院 出口全封 门禁严格管制 剩下后门可以进出 周遭围满巨马 就连行政院邮局都疯了 行政院附近像到处设立了就是巨马 现在在行政院邮局外面有设立的三大个 民众来到这边要寄信寄包裹 从这个门根本没有办法 来 先生 我要寄信 麻烦请到行政院侧门有同等问题验证 入口处冤警把关 没有证件非洽工 很抱歉不开放 要寄信走进行政院 民众还要再看证件 先生你好 裙带哪里 我要寄信 建议我看一下吧 谢谢 寄封信要过两关 行政院人员还建议 要寄信可以到别家邮局 然后他现在却用怀疑的态度 在质疑就是进去的每一个人 当然是造成人民不变 邮局是开放空间 但行政院怕再次被袭击 门禁加强 高规格 想寄封信都变得不方便 记者李振华邵思良 他要不动